好了,孩子们,推导出圆柱的体积公式来了吗? 刚才我们就说过了,所有的柱体的体积都等于什么来着? 底面积乘以高线,对吧? 所有的柱体的体积都可以用底面积高线,而对于圆柱而言,它的底面积是个圆, 那因此底面积就是π乘以r的平方,乘以高线是h,对了吧?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? 好,我们先不说这个啊,那我们问大家,长方体的体积没关系吧? 应该等于长乘宽,乘以高,对吧? 也就是说,你这个给我的一个圆柱,其实让我求它的体积我是不太会求的, 我们只能用会求的东西去推那些不会求的东西,对吧? 那我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圆柱啊,分割成我们的正方体, 那我怎么分割呢? 咱们就考虑你之前做圆的时候怎么分割,把它切成一粒粒粒的,对吧? 来,你看老师给大家分割,我们把它切切切切切切,切完之后打开的话,它会出现一小,就有点像那个习惯,对吧? 如果你把它完全打开的话,是不是就会出现这种形状? 把这两部分呢,你重合在一起,重合在一起是不是差不多是这种样子,对吧? 那你看,我出来这种样子,它就有点类似于或者接近于一个什么? 长方体,那接近于长方体,我只要求求它的长宽高,是不是就可以了? 那你看,它的宽正好是咱们的半径二,它的长应该是占一半,周长的一半,对吧? 那周长的一半的话,我们知道周长是π乘以d,那周长的一半就是π乘以d除二,π乘以d除二,是不是就等于π乘以半径啊,对吧? 那它的高线,高线并没有变过,是不是还是h啊? 所以你看,圆柱的体积,现在是不是转成长方体的体积了? 那你把它写出来,v其实就应该等于啊,小二乘以π二再乘以h,小二乘以π二再乘以h,那你看,是不是等于π乘以小二的平方再乘以h啊? 对了吧? 那现在对于圆柱的体积公式能记住了吗? 其实你可以分成两块啊,第一块就是你把所有的柱体的体积公式记住,比面积屏高线,第二个就是什么? 第二个无非不就是多了个圆的面积公式吗? 圆的面积公式等于π乘以小二的平方,是这样的吧? 好了,那公式如果没问题的话,咱们就可以做练习了啊,如果有问题,按暂停,把公式记起。 好了吗? 好了,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练习。 先看一个简单的应用,下图的杯子能不能装下这袋牛奶? 数据是从杯子里边测量做到的。 首先这里边写了一个牛奶的含量是498毫升。 我们要知道能不能装下,只要算一算这个杯子的容积,也就是杯子的体积,是不是比这个数大就可以? 比这个数大,是不是就可以装得下? 哎,所以,看到了吗? 请你自己求求看,这个体积最后求来是比那个数大,还是比那个数小呢? 可以按住暂停做一做一做啊。 好了吗? 来,接下来公布标准的规范啊。 像做这种题的时候呢,首先你应该把半径找对。 半径等于4。 所以v等于π乘以4的平方乘以h,乘以10。 那么也就等于16,10,160π,对吧? 那么也等于160乘以3.14。 那把这个数算出来,我看一看我算的啊。 160乘以3.14。 算的等于502.4。 那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啊? 哎,502.4是不是已经大于这个498毫升了? 哎,所以我们可以写啊。 可以 放下。 对了吧? 好,这是一个简单的小练习。 现在没问题了吧? OK。 那这个没问题了,希望大家记住我们做起的标准规范啊。 上来第一步先找啊,半径。 那来吧,立体又来了。 一个圆柱形的梁仓。 从里边量得底面半径。 1.5米,高四两米。 如果每立方米,玉米约重750千克,那如果你这个梁腿啊,能装多少尊玉米? 同学们好像见这个东西现在太少了啊,因为你现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里,没有见过这个秋天收获的时候,农村还有这个东西的。 做出来了吗? 不能老瞪着我做。 OK,那我们看一下啊。 首先第一个,先把这个半径写在这儿,半径是1.5米,对吧? 要想求出多少吨来,咱们先得把这个体积算出来。 V等于π乘以1.5的平方乘以啊,高线是2。 对吧? 那也就是π乘以啊,2.25是一样。 好吧,那也要变成了3.14。 乘以这个,这是多少? 4.5,对吧? 3.14乘以4.5是不是得到了我们的体积啊? 来,我看一下我这个数算的是多少啊。 3.14乘以这个4.5,我算的是14.13。 来,立方米,注意当年名称。 好,体积有了,那么重量是不是也该出来了? 要想求重量。 每立方米,750千克。 乘以14.13。 看一下我做的。 哇,这个数蛮大的啊,这个数是10597.5。 但是你要注意,这是10597.5啊,千克。 那么它这个后要求大家问是多少吨,所以还少了一个单位的换算。 是吧? 嗯,这个单位换算是千进制,那就应该等于10.5975。 所以出来了。 好,咱有没有觉得我们课内数学,但凡是这个学新知识的时候都怎么样? 都特别简单,对吧? 好了,这一期是这道题啊。 来,这道题如果没问题的话,咱们就看下一个。 下一个呢,稍微能难那么一丢丢。 来看这个。 一个内直径是8厘米的瓶子里边,水的高度是7。 把瓶盖拧紧后倒置平放。 无水部分是一个圆柱形,高度是18。 那我问你,这个瓶子的容积是多少? 这个容积指的是什么? 能装多少水,对吧? 那怎么去求呢? 它能装多少水值,其实就是什么? 就是你目前有的水加上你的空气。 对吧? 那你说我是用第一个算还是用第二个算? 用第一个,下面好算,上面不好算。 用第二个,上面好算,下面不好算。 对吧? 所以呢,把这两个一结合是不是就OK了? 来。 出来了吗? 我们先写啊,先确认它的容积应该等于水加空气。 对吧? 对吧? 直径是8,半径就应该等于4。 所以这个V就应该等于水的高度是7。 帕乘以4的平方乘以7,加上空气的高度。 这个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? 帕乘以4的平方乘以18,对吧? 其实啊,大家观察这个算式。 通过这个算式是不是你可以感觉出来,就是这水跟空气可以合在一起算? 那么合在一起算的话呢,就是帕乘以4的平方乘以括弧里边7加18。 也就是帕乘以4的平方乘以25,对吧? 给它一个4,变成100。 那么这还有自己单独的一个4。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3.14去乘以400,对吧? 3.14乘以400就等于314乘以4。 1256,答案名称,立方厘米,对吧? 1256立方厘米基本上相当于什么? 一大瓶水,那个1.5升的一大瓶水。 是这样的吧? 好了,那通过这个啊,咱们记笔记的时候, 要学会记题目的关键点,是这样的吧? 好了,那立题的第三题,咱们也算是说完了,看看你有没有问题。 嗯,有问题,自己整理整理。